多地药店隔华纸又断货了,今年来,隔华纸货源都叫不稳定,很多患者反馈,当地经常买不到隔华纸,药店经常出现断货现象,有业内人士猜测,只是又要涨价了或许,也有人反馈,可能是医保后用料增大原因。 最近,近期,有多位药店老板反馈,当地药店隔华纸,已经断货四个多月了,而且找上门来专门买这种药的患者反馈,目前当地药店几乎跑遍了,都没有买到,而昆明,上海等多地患者也反馈,当地买不到隔华纸,纷纷猜测是不是企业不生产了。 隔华纸,同用名为盐酸二甲双瓜片,1999年作为原颜料上市以来,就一直占据国内市场,接近70%的市场份额,有百十美式贵宝公司生产,而二甲双瓜作为连肠商最常使用的酱糖尿之一,目前市场上参与竞争的110多家国产二甲双瓜厂商总市场份额较低, 去年9月,升级化呆的格华GX2化石片也在中国上市,目前由德国默克公司生产和销售,二甲双瓜作为糖尿病人的常用药物,在药监局网站查询,包含二甲双瓜成份的药品共计39种,只包含二甲双瓜单一成份进行的有二甲双瓜普通片或胶盲,长绒片或胶盲和幻视片或胶盲,实际使用种。 机型不同,药效、企效速度和度负作用等方面均有所差异,服用方法也有所区别。 而在双瓜类叫糖尿市场中,目前国内厂商生产的二甲双瓜与原野厂商百时美食贵宝生产的格华子在控制鞋糖,调节血脂,降低体重质数方面无明显差异。 但因为格华子临床反应中,肠的反应明显少于国产二甲双瓜,而价格方面日均费用,金币国产当初0.3,3.6元。 所以格华子从上市以来在二甲双瓜论市场,一直占据优势地位。 短货已被首次逼着,从相关这名大型网站查询,格华子显示货源不稳定,建议及时备货。 而从公开信息了解到,格华子这种药此次断货,已被首次,可以说,近年来经常出现。 从多位药店老板口中了解到,药店已经很久没有进到这种货了,可能企业不生产,也有可能是减少产量。 而从网上信息也可以了解到,很多地区已经断货多余,有业内人士猜测,这也许是格华子是要涨价了或许,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禁医保后用料增大原因,或者是企业调整,营销战略,发展其他像糖尿业业务原因。 逼着走到北京部分医保药店发现,格华子目前还可以买到,对于此次格华子断货,我们会进一步保持关注。 您当地药店可以买到格华子吗?或者对全国多地格华子断货,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